好了,我们现在要看的是BerlanyFocus的参考书里面的TryThis1.2Composite Function部分的练习 so,他在这边要我们画AeroDiagram to represent the followingComposite Function so,他这一边这样的话呢,他其实是应该是有三个这样的图了 ok,然后三个这样的图 然后我们有这个直接过来,这个过来,然后还有这样直接过来 所以他要我们画AeroDiagram for这几个东西 ok,然后我们要知道一样东西 就是说,先做的Function在里面 ok,先做的Function在里面 ok,就是说你先前面的那个Function,先做的Function在里面 so,我这个GHX的话,这个是G,这个是H 所以这边是GH 然后这个是X,这个是HX,然后这个是GHX 然后,HGHX HGH,这个是X 这个是G,这个是X 然后,G,G,G都没有差别了 这个是GG,这个是X,这个是G,X 这个是G,X 这个是G,X 然后,H2 这个是H,HX 然后,这个是H2 然后这个是x,这个是hx,这个是h2,就是这样 好,接着我们看第二题 这个 arrow diagram呢 它的f map a去b,然后gf b去c 然后它要你找fx OK,这个就是fx So,我的a的这个部分 我的fx呢,就是等于3x加2 gf,gf,gf就直接12x加5啊 就是这样而已啊 就这个b,我的gfx是12x加5 因为我知道这边是f,这边是g,这个先做 这边是fx来的 然后再来g的时候,它就不是把fx放进g里面 所以这个是gfx啊,gfx OK,所以这一题 你conceptok的话呢,它其实是属于送分题来的咯 好,接着我们来看这个第三题的这一个 嗯,它的f是这个,g是这个 然后它在这边,它要我找fx,gf 然后这一些东西 这个就不是开玩笑的,好多东西要找 所以我做a的这个部分,第一个我找它的那个fg 然后我再找它的那个gf 然后我再找它f2 OK,再找g2 So,我的fgx呢,是在f里面放gx gx是在这边,这样的写法呢 它其实代表的是,我的fx等于3x减1 它f...x去3x减1,就是说我的fx等于3x减1 然后g0.x呢,就是我的gx等于2x So,我的这个2x 所以它变成32x减1 所以它变成6x减1 然后我的第二个,这一边是gfx gfx呢,就g里面放fx 3x减1,所以它就会变成2挂弧3x减1的square 然后它就会变成了,这一个会变成,呃,你expand它咯 所以它就会变成了2 9x2减6x加1 前平方后平方前后两倍在中央 3x的square 减1的square 2乘3乘1减6x在中间 所以它变成18x2减12x加2 ok 前平方后平方前后两倍在中央 这样 然后接着第三的情况之下 它是f2x f2x就是fx 然后就是说我在f里面放fx 3x减1 所以它变成3 3x减1减1 所以它变成9x减3减1 所以它变成9x减4 ok 然后我的第四个呢 它是g2x 也就是ggx 然后等于g2x2 然后它就会2挂弧2x2的square 然后它就会变成2挂弧4x4 所以它答案是8x减4 就是这样 ok 好 好 接着第三题的时候呢 它要我们找3b 刚刚是3a 所以我这边要找fggf 然后fsquare跟gsquare 所以我的第一个我的fgx呢 就是说我在f里面放gx x加5 所以它会变成100x加5 100x嘛 我把x加5放进去哦 然后在这一边我的x加5不可以等于0 所以我的x不等于-5 ok 当我的分母有那个x的时候呢 我一定要写上它的条件 让它成立的条件 然后第二题我有gfx g里面放fxfx12x 所以它会变成100x加5 分母有x嘛 所以x不可以等于0 ok 好 所以在这一边接着第三个的这一边 我就有f2x 然后它就是fx 然后就是f里面放100x 然后100x的时候 以后我这一边下面我乘x上面乘x 然后我的x跟x越减 然后它就会变成x博1 所以它答案是x ok 当然你也可以用t的方法啦 直接把分母t上去 然后第四的这一个呢 它是g2x 然后它是ggx 然后它就g里面放x加5 所以它是x加5 整个再加5 所以它变成x加10 就是这样 好 在这一边我们h是这一个 g是这一个 然后它在这一边的时候 它square root 它要放它里面是x大过0 因为square root它0可以 square root negative是不可以的 所以在我们有square root的时候呢 我里面的东西要放大过0 so 在这一边的时候 它hg hgx的话呢 它就是h里面放gx gx是什么 square root x 然后它就变成了square root x的square加1 哎呀 它就变成x加1 哎呀 答案就直接变成x加1了 ok 好 我的ghx的情况之下呢 g里面放x加1 所以它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它这个就是square root of x2加1 ok 然后这一边我基本上是不需要放任何的条件 ok 虽然我讲它的那个里面要大过0 但是我知道我的x2是大过或等于0了 ok 哎这个其实可以等于0 但是它那边讲大过了 然后所以我的x2加1呢 它是大过0 所以我的这个 它永远都是positive的 所以它这个地方 我的这个x2加1 是positive value来的 好 V的这一边 它给我的这个是这样 h是这个 g是这个 hgx呢 就是在h里面放gx gx gx x-6 所以它就会变成modulus x-6 就是这样 然后我的这个呃g hx的情况之下呢 就是说我在我的那个呃g里面放hx hx modulus x ok 所以我把modulus x放进这一边里面 它就变成modulus x-6 就是这样 ok 好 好 来我们看第五题这一边 那f 是x-4 这个是x-4 然后gy to z y2-1 然后它叫你找p跟k 所以我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我的这个 我就f 把p放进f里面会变成6 然后我的这个是x-4嘛 so 我的这一边我的fx 等于x-4 我的gy y2-1 所以我在这一边的时候 fp 我就把p放进去 p-4等于6 所以p等于6加4 等于10 p等于10 然后我的g of6 等于k 然后gof6呢 它就变成了那一个放6进去 6square-1等于k 所以我的k等于36-1等于35 ok好 所以这个是a的部分 所以b的部分呢 它要我们找gfx 就g里面放fx fx是什么呢 是x-4 g是什么呢 square了 再来-1 ok 我g1 1 1square-1 g2 2square-1 g3 3square-1 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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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4的square-1 所以它在这一边的时候 它变成x2-8x加16-1 所以它变成x2-8x加15 OK x2-8x加15 就是这样 好 第六题 in the diagram on the right the function h match那个x to y gmatch y to z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我把3放进这个 所以我在这一边 我就h3等于8 然后我的g 我把8放进去 它就变成12 OK 所以我的a这一边 它要的是h3 h3就等于8 我的b这一边呢 它要gh3 gh3就会变成g8 OK 因为我的h3等于8 这个再放进去 然后我的g8就会变成12 所以它这个就是8-12而已啦 好 好 来接着我们再来看第7题 我的h是这一个 然后我的g是这一个 g5 它要找hg5 hg5它有两个做法 OK 第一个做法其实比较容易啦 就是我找的g5 我的3乘5加5 除5-3 然后15加5 20 20 over 2 20 然后我的fg5的话 它就会变成f of 10 然后它变成10-2的square c3-3 8 square 64-3 61 所以它答案是61 哦 第二种方法呢 它就难了 我要找的是fgx 我就把f里面放gx进去 gx3x-5 然后它就变成了3x加5 over x-3-2的square-3 我可以simplify它啦 但是我懒惰 我不要再做 我就直接fg5 我就变成35加5 over 5-3-2的square-3 这个是什么 15加520 over 2-2的square-3 然后它就变成了10-2 然后的square-3 然后8square-3 然后才变成64-3 然后61 啊 跟这个一样 这样很明显 我们是用第一种方法比较容易咯 ok 因为题目它没有叫你找出它fg 然后才来找fg5 这样我们直接找fg5就比较好啦 就是说给我我会用这个方法啦 ok 我尽量不要用这样的方法啦 ok 因为题目没有要求我找出fg啊 好 第八题这一边 我的f字这个 gf字这个 它要找g so 这个 我有f 它是给外面找里面 so fgx的时候呢 我就是gx放进去里面 然后我就变成gx加3等于2x加6 所以我的gx会是等于2x加3 好这个就是我的答案 ok 然后我要知道我的答案对不对的时候 其实很简单的 然后给我f跟g嘛 我自己找fg啊 我fgx会是f里面放gx2x加3 然后它会变成2x加3加3 然后它会变成2x加6 就是这样的 2x加6 ok 跟这个2x加6是一样的 对 好 好 接着第九题fx等于x加1 它的g是这样 所以这个是它给外面找里面 跟上面那一题是一样的 所以它变成gx加1等于2x2加3x加5 我把我的加1绑过来 然后我的g of x呢 会是等于2x2加3x加4 ok 好 然后接着我们 继续 好 接着的这一题我的fx等于这一个 它的h是这一个 所以f我有了是这一边 所以这个也是给外面的 所以它是2 这个它告诉我的是fx等于2x-3 然后我的fhx等于4x-9 所以我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我就有2hx-3等于4x-9 ok 所以我的2hx等于4x-6 ok 我把-3帮过来变成加3 -9加3它变成-6 然后这一边的时候呢 然后我全部一起除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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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就可以约 所以我就可以拿到我的hx等于2x-3 就是这么的简单 ok 第11题我的gx是这一个 然后它给我fg so它现在这个是给里面了 给里面找外面的就比较麻烦 所以我的这个fgx我把我gx放进去 就是说我把它这个gx放进这一边 所以它变成fx-2等于我的x-9 so在这一边我let u等于x加2 then我的x等于u-2 把我这个帮过来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 它就会变成了f of u等于u-2加9 然后它变成u加7 ok 所以我的这个f of x 它也是x加7 就是这样 你也可以写成f点点x去x加7 然后我们在这边 我们要检查我们的答案对不对的时候 很简单的嘛 它要的是fgx嘛 所以我的fgx那个x加2 然后它就会变成了x加2整个加7 所以它变成x加9 对了 好 好 接着第12题 这个是g 然后这个是fg 所以它也是给里面的 所以我的这个整个x加2放进去里面 我的f of x加2等于x2加4x加5 so我的let我的u等于x加2 then我的x等于u-2 ok我把这个搬过来 所以我在这一边的时候 它变成f of u等于那个u-2的square 加4u-2加5 然后它变成u square-4u加4 加4u-8加5 所以它变成u square 然后-4u加4u就没有了 然后9-1 9-8 它变成加1 所以它是u square加1 所以我的f of x呢 会是等于x square加1 就是这样 好接着我们看第13题 它的f是这一个gf是这一个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它其实是给我fx等于3x加5 我的gfx等于9x square加33x加31 所以gfx就是说我在这一边的时候 它这个是fx把它搬过去 所以我就有g挂5 3x加5 等于9x square加33x加31 so我let我的u等于3x加5 所以我的x呢 会是u-5出3 我把这个加把它变成- 然后再整体出3 所以我的这个gf u 会是9u-5over3的square加33 u-5over3加31 11 这个你不可以直接约哦 有学生他在这一边的时候 他就在啊 那个3跟9约掉啊 然后他就错了 为什么呢 因为这边还有square的存在 所以你的这个呢 他应该是u square-10u加25 over9 ok因为他整个square嘛 ok 然后我的这个再跟他乘进去 他就变成加11u-55加31 啊 这个时候才来约就对了 你刚刚这样约 他就有一个3在外面 你就错了哦 所以他这一边呢 他就会变成u square-16加11u 他就变成加油 然后25加这一个 他就变成了呃 56-55 然后再加1哦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 我的g of x 会是等于x2加x加1 就是这样 好来我在这一边我讲到第13题 接着14至56这3题呢 我会用另外一个影片来专门讲解这个东西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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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